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犹豫了一下说我们还是约在南天门见恋吧 东华见凤九同意和他去尘世 他也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天一大早东华而早地来到南天等着凤九 不多时凤九来了 东华的脸色却冷了下来 因在凤九的身后跟着一个蓝闪光光的小人 蓝得仿佛要融入蓝天的糯米团子阿里朝东华拜了拜说拜见东华爷爷 随后团子又说 我父君今日一早就和阿里说 阿里不能管东华爷爷叫哥哥 因父君小的时候管东华爷爷叫叔叔阿里 自然是叫要爷爷 小白为什么会带着阿里 东华问凤九 凤九注意到了东华的脸色 却被他直接无视掉 既然要去玩当然人多热闹 我还想约上承玉 可承玉说他有事情去不了 怎么 戴上阿里你不愿意 不愿意的表情分明就已经写在了东华的脸上 但看着凤九兴冲冲的样子 东华很艰难地说道 愿意 不管他的表情如何 至少嘴上没说出来 凤九也就不管了 拉着团子前面开路去了 京城的繁华果然不是别处所能比的 远远望去 气势恢弘 非同一般 虽是早上 但宽阔的街道上已经是车水马龙 来往的人流不息 街道两边的店铺 几经卸下门板 开始忙碌的一天 店铺里来自天南海北 琳琅满目的商品 看得凤九和阿里是目不暇街 不过比起这些花里胡哨的物品 他更喜欢看那些杂耍艺人们的沿街贤表演 他们两个人一会儿跑东 一会儿跑西 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 东华只得在后面跟着 这次再见凤九 他处处都要摆出女军的庄重 老成 这时裁方又成了当初在秦瑶山的那个小丫头 只是凤九玩的实在是太过高兴 以至于完全忘了他的存在 这让他忍不住 叹了一口气 东华叹气声终于引起了凤九的注意力 问道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我只是在想以后了 孩子便是如此吧 东华说道 凤九却未等他把雨说完 因前方有个耍的摆开了场子 阿黎急忙叫凤九一起去看 看着两个人挤进看戏的人群中 导致手中的唐人沾到了方便人的衣服上 凤九忙着和人道歉 东华心想 这便全当是提前练习如何带孩子了 如此一想 释然了很多 在街上跑得有些口渴 凤九和阿黎合计到茶楼里喝点茶 顺便去听戏 在进茶楼前 阿黎回头招呼落在后面的东华 东华爷爷快一点 是啊 东华爷爷 不要让人等 凤九也演着开起了玩笑 听着凤九的称呼 东华差一点摔了一个跟头 你 你叫我什么 东华爷爷啊 团子叫你爷爷 我是团子的姐姐 当然也 凤九原本说得欢快 却因看到东华的脸色硬生生地 将后面的话给咽了下去 我很老吗 东华黑着脸问道 看着眼内吓得人脸色 以及那张十分年轻的脸 凤九和阿黎一起齐齐地摇头 那你叫我什么 东华又问 两个人都是玲珑心肠 无需多说 一起攻身行礼 东华哥哥 尤其是凤九 因领略过东华的手段 那声音叫得是格外的甜 甜的人的骨头发酥 却未能使东华的脸色有所好转 为了防止接下来 他只能作为一只狐狸被东华塞到篮子里到处逛 凤九赶紧去买了一堆的鸡鸭鱼肉 他们一起来至城外 寻了处风光优美的地方 凤九挽起袖子 架起炉灶做了一顿丰盛大餐 然后亲自送到东华的面前 又夹起一筷子 东华最喜欢的腌制菜送到东华的嘴边 甜甜地叫了一声 哥哥请用 东华的脸色这才总算有所缓和 凤九才算是逃过变回狐狸的命运 随后 这一个下午凤九全城都在围着东华转 极尽讨好之能事 唯恐一不小心再出了东华的眉头 搞得他极累 心想这才真是祸从口出 认识这么久才发现 东华竟如此开步的玩笑 而阿黎这个小机灵鬼 则是有多远躲多远 让凤九心中暗骂 小没良心的 要知道如此不带他来了 太阳偏西 是该找住的地方了 就在寻找客栈之时 阿黎颇有惊艳地说到 那次我过生日时 父君和娘亲带我来尘世玩 晚上住客栈时 就只剩下一间 听他这么一说 凤九顿时愁愁起来 于本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桥段 说公子小姐外出住店时 就只剩下一间房 于是不得已只得住到一处 这种俗到不能再俗的事 该不会好巧不巧地 发生在他的身上吧 还好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他们住进了京城最好的一间 客栈中的两间上房中 凤九和团子一间 东华一间 在跟着伙计上楼的时候 东华又叹了一口气 阿黎问东华爷爷 哥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有些羡慕你 东华说 凤九心想 阿黎有什么好羡慕的 阿黎却看了看他们两个 大声说 我明白了 东华爷爷是想和凤九姐 住在一处 是也不是 阿黎的声音还挺大 以至于不少人都扭头看他们 凤九急忙捂住阿黎的嘴 不许瞎说 东华却在一旁接口说道 阿黎说得没错 什么没错 凤九瞪了一眼东华 他们的两间房住于走廊的尽头 房门正好是对着的 这让可凤九想起在秦瑶山时 他和东华的房门便是对着的 团子疯完了一天 早就累了 吃过晚饭早早地睡了 凤九坐在桌前 为自己倒了一杯茶 回想起了从前 在他以为肚子里有个小娃娃的那段时间里 也不知道东华是不是故意 早上起来打开门 必然会对上东华那张精致清冷的脸 当两个人对视的时候 每每都是凤九拜下阵来 又急忙关上门 心里就像锐了纸棉子一样的蹦蹦乱跳 只等到东华下楼之后 他才会再出来 那个时候 只要东华一看他 他就会脸红 可没事的时候 他又总是会偷偷地去看东华 心想那便是他肚里小狐狸崽子的爹 他生的那般好看 那小崽子生下来后必定也是冰雪可爱 讨人喜爱 他还会担忧 万一他不认这个小崽子怎么办 现在想想 觉得真是好笑 正在想着 东华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小白 凤九的一口茶卡在了嗓子里 因想着以前的事情 突然听到东华的声音 恍然之间 仿佛又回到了那时候 心脏竟然又急速地跳了起来 凤九定了定心 说道 有事吗 我已经睡了 我想和你谈谈今天上午 门外的东华说 那个 你稍等一下 凤九火速地把房门打开 东华嘴角含笑 陪我去走走 这京城最好的客栈 果然不是随便说说的 先不说房间里的布置 以及晚饭的丰盛 但这院子就分了好几层 且全都是变植花草树木 并有假山池塘 如此的景致到也对得起 住店时所掏的那大把的银子 还有婉转的琴声在空中回荡 也不知道是哪间房客 有这么好的性质 凤九陪着东华走上 和堂上的酒区回廊 气呼呼地说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 却陪了一个下午的不是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